华中第一大城啊 也是这个湖北的省会 武汉的东西湖区 现在是早上 9点30左右的这个模样 看看这边 哇 武汉这个城市非常的厉害 2022年的GDP有 有万八千九百多亿 应该算是整个这一个 湖北里面啊 乃至整个华中 最牛的一个城市啊 华中三省是哪三省 一个是湖北 一个是湖南 一个就是 荷兰嘛 很多人都觉得这个 荷兰很厉害 其实荷兰很厉害啊 荷兰整个省2022年的GDP有6万多亿啊 湖北和湖南应该都是5万多亿啊 湖北要高一些 湖南可能都没到5万亿啊 湖北是5万3千多亿啊 按省的这个总量排名的话 应该是荷兰湖北 然后再是湖南 但是看这个省会的话 肯定是武汉更强 武汉的话 毕竟是九省通区 然后 总的GDP啊 还有人均收入啊 都比较高啊 武汉是有1300多万人 算人均GDP应该是有14万左右 人均GDP啊 不是人均可支配收入 两个不是一个概念啊 因为这个GDP它有相关大的一部分 它不是 嗯哼 结到大家的工资当中去了 它还有相关的一部分 要做别的用途啊 比如说公共市政签设啊 对吧 比如说这一个 股房啊 什么什么之类的啊 这些啊 还有一些奇葩的 所以实际上 大家到手了 人均可支配收入的话啊 这个每个地方的比例就不一样啊 它有的地方比例高 比如说你的两个城市 人均GDP都是10万啊 但是这一个城市的 它的 可支配收入 占比高 比如说占了50% 那你当地的人均可支配收入 就是一年算5万 然后另外一层可能要低一些 可能只有30% 那他们当地的就是 人均可支配收入就3万 所以你虽然看人均GDP 两个城市好像是一样 但是两个城市人的 富裕程度它可能完全不一样 可能另外一个城市 比另外一个城市 这个城市可能比另外一个城市 啊 收入高一倍 大概就是这样的 嗯 一般的话都是 百分之 20多啊 到百分之 40之间啊 就是占了这个人均总GDP的 乘以这个系数 像50%就已经高得很离谱了 很少又可以达到这个水准的 武汉应该也差不多 我打不了那么高 武汉这个城市发展非常序谋啊 这边是它的四环城 四环城就它这边好像很多地方都要拆迁的 你看那边很多都打围了 这边也打围了 看见没 它打围了这里面好像都已经拆了 然后要建那一个高层自在楼 虽然现在很多地方房地产不景气 包括武汉它也有地方卖的不是很好 但是它还是有很多开放商非常看好这里 然后要在这边拿地建楼房 这边是拆迁 它那边有很多老居民区域 拆迁然后建楼房 估计也有不少是那个环建房 它这一个现在搞这一个 它主要是两个方面啊 第一个方面是大水漫灌的 有点那种意思 就是中央发钱嘛 发钱它不可能直接发到每个人手里 它是发给谁呢 就拆迁拆迁 然后再发到那个拆迁户的手里 拆迁户再把这些钱花出去 包括整个这个建房 它要以系列的这个各种供应商啊 招工人啊 它这个会拉动整个这个社会的GDP啊 包括它这边也在 新建一个什么高价还是什么之类的 你看这完全新建的 大力发展成绩啊 就是每当一个国家经济 比较低迷的时候 它一般就开始大力弄成绩 拉动类虚啊 也不是中国这个样子 它每个国家都是这样的 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手段 然后它为什么 在像武汉这种大城东呢 因为在小城东没什么意义啊 你小城建这些 把这些拆了 然后给他们建房子 不怎么卖得出去啊 你像武汉这边的话 它未来还有 继续往前面发展的可能啊 就比如说你下辖的一个五线小城 你过一千年它还是五线小城 它不往下面落就是好的 你像武汉这种城市的话 它现在是新一线嘛 未来它还有进程成为一线的可能 如果它发展的好 进程成为一线的 它这边房子 它不说往上涨吧 它至少可以保个本吧 对不对 所以还是有人会看看往这边买 而且很多这个小城的人 它向往大城市 想到大城市生活 它也会这一个 离开自己的家乡往这边来 然后它这个武汉可以吸引很多人过来 它不可能说武汉的人往别的小城市去 除非那种老了 不想在这边 返华大城市住了 想去一个风景优美的地方养老 那种人比较少嘛 对不对 所以整个这个武汉未来的潜力 还是很大的 所以它现在这边都在大开华 也不得不感叹这个 华中第一层还是很厉害的 等过来的话 它这一边 算是整个东南西北 每个方向的四环城区 估计都是住了满满的人 然后工厂什么之类的 可能就往五环啊六环那边搬 大武汉大武汉 也是名不虚传